7月22日,针对关于玄藏寺供奉台位有关情况 据南京市委宣传部新闻发布官方微博表示 7月21日,玄武区民族宗教事务局接到 玄藏寺供奉台位有关情况的取报后 立即会同公安等部门连夜赶往现场调查 据初步了解,今年2月份 四方犯贤相关情况后已予以纠正 针对上述情况,玄武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决定对该寺开展整顿 玄武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将对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一查到底 有关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公布 此前有网友爆料称 自己在逛南京九华山公园时发现 居然有人在公园内的玄藏里花高价 供奉着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要罪犯